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你想就能有的 一个人有没有福气 有没有好运 从面向中能看出来 接下来大佬为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一 一生没福气 没好运的面向 一 卷骨高突无肉 卷骨高突无肉 而且腮骨横章 无论男女只要有此面向 就是一个行事作风霸道之人 不管做什么事 他们都属于蛮不讲理的 一个好面向 全骨应该是虽高 但是有肉 这样面向的人才是有能力 能吃苦 有胆识 有魄力之人 一旦高突无肉 还腮骨横章的 那么这个人蛮横 忘恩负义 一生残月很差 严重的还会有牢狱之灾 二 头肩额窄 如果这个人只是头顶尖尖 那么这个人是非常聪明的 但是再加上额头狭窄的话 那么他的聪明劲就不足了 就是一个做事没远见 看事不长远 就会是一个只顾眼前利益的人 没有长远的目光 头肩额窄的人 他们只会耍一些小聪明 谋求眼前的利益 做事有点过于急功近利 所以就会导致他们一生难成大事 没多少福气 三 眉骨秃露 眉骨秃露的人都是急性子 很多男人的眉骨都是突出的 如果过于秃露的话 那么表示这个人的性格 是属于易冲动之人 要是此人的眉毛是散乱的 那么这个人的脾气 就会是易怒 性格冲动 这样就会很容易与人发生斗殴事件 就容易因为打架犯罪入狱 男人的眉骨如果不是突而是凹的 那么这个人则是一个阴险之人 不能靠近 四 耳小 反耳窝落 耳朵在面相学中是代表了受禄功 除了这个还是我们盛气的外观 如果一个人的耳大且厚重 即使这个人没有过多的金钱 他们的一生也是幸福的 而如果一个人的耳朵薄小 耳反困漏 那么他们一生都是福博命浅之人 财运不佳也很难守住钱财 女人则是婚姻不好 而男人则是一生运气非常差 一生难成事 五 鼻梁歪斜 鼻梁歪斜或者低限的人 财运以及服务器都不好 鼻子歪斜的人心术不正 为人比较多疑 对自己的另一半疑心很重 鼻梁歪斜的人婚姻基本都是不美满的 而且到了中年还会课配偶 财运非常差 如果鼻梁低限 那么这样子的人没有自信心 做事总是犹豫不决不果断 所以他们很难有所成就 一生都是碌碌无为的样子 六 地阁凹陷或者偏邪 地阁属于面向上的夏亭 在三才布局中成为地才 住一个人的晚运和子孙运势 如果一个人地阁生得不好 出现凹陷或者偏邪 说明其人晚景凄凉 不是晚年身体较差 就是子孙违逆 忤逆不孝 更有甚者会受部下 奴仆下人左右和剥夺 同样地阁凹陷或者偏邪 也主其人不善交往 尤其是管不住下人 部署 与他们的关系紧张 在形势方面 多表现得过于天真幼稚 缺乏成熟和稳定的气质 没有管理才能 因此无论是创业也好 或者是继承家业也罢 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二 天生好运气的面向 一 额头宽广 目成神清 额头宽广的人智慧高 看问题 眼界就比较宽 而且有长远的计划 对于未来把握得很好 眼睛是心神所系 是一个人的智慧所在 眼神清澈明亮的人 大脑发育好 这也是好运气的前提 额头低比而窄小的人 一生运气低迷 没有出人头地之日 女人的额头一圆而不一大 女人额头圆满 一生定家贵夫 女人额头宽广的 虽然事业上顺风顺水 能够实现个人理想 但是婚姻往往是失败的 这就是老天对女人的公平 女子偏阴 过于阳了 人生必有挫折 额头高宽的人 头脑比较灵活聪明 属于福气之下 外加牧成神清 也含有头脑聪明 及时应变 主其人秉性坚毅 实大体 处事有条理 男女勤业家庭 牧秀神清 受外人喜欢之意 二鼻子正 直挺风浓 鼻子代表人的分别心 与个性和自我有关 一个人的好运气 来源于心里面装着别人 有一颗未重的心 那么他就会有好运气 鼻梁正而肉色丰满的 则为人做事有担当 能够舍己为人 好运气自然就来临 男女鼻正梁正润泽 山根不限 准头丰满 主其人正直 意志坚强 做事态度认真 能全心奉献 能忘家庭事业 能使家业更新 幸福美满之意 三 牙齿白起 下巴圆满 牙齿是肾的花朵 牙齿结白紧固的 则肾水气足 肾气同时也是智慧的根源 肾好 智慧好 能够解悟人生 如果额头再浑原光明的 则又能看透人生 只有真正解悟看透人生的人 才会有真正的好运气 走大运 下巴代表人的欲望 与物质享受 下巴短小的人 做事急躁 担不住大财 而下巴过大的人 内心残忍 攻击力强 不能容忍 不容忍 则运气不好 只有下巴圆满丰厚的男女 才能够守住财产 拥有幸福生活 男女耻多而密 白而骑 下巴包括地格遗骨 丰满圆厚 主其人性温和心胸宽大 各训循规蹈矩 客己守财有口德 不言人是非 行事兼顾大举 为他人着想 故能圆满 此生大幸之意 四 单眼皮 小眼睛 在面相学中 我们常说 看跪在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往往决定了 我们看人的第一印象 而且在相学中 眼睛不仅能够代表 一个人的性格 也显示了 其人生运势的起伏高低 眼睛生得比较小 而且还是单眼皮的话 那就表示 此人遇事 沉着冷静 情绪变化不大 而且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三思而后行 从不盲目行事 或者下结论 除非自己真的已经做好了准备 才会采取行动 所以他们在生活或者工作中 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由此面相的人 虽然有些保守 但是他们眼光精准 凡事都容易有好的结局 所以他们这一生容易富贵 五 人中身长 人中是人生重要的关卡 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强弱 运势好坏 财运是否横通 以及福气的多少 人中身长 轮廓分明 清晰可见 像是凹下去一样的人 忠厚老实 厚道 对人真诚 有礼貌 热心肠 身边朋友很多 人缘特别好 他们做事有毅力 有恒心 有耐心 又有拼搏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所以他们大多数的人 事业都会发达 尤其是到了中晚年 财运更加旺盛 事业也越做越大 福禄双全 大佬最后提醒大家 看面相跟美丑有关系 但没太大关系 有福气的人长得就好看 但长得好看的 不一定有福气 就像前面讲的 耳垂大的也不一定有福气 这里面有个先天和后天之别 这个差别怎么看 就从第四点通过舒展来看 耳垂气色皮肤 都是慢慢积累的 而舒展是马上展现的 一个心怀仇恨的人 不会马上影响到耳垂 气色皮肤 但是会马上在脸上 以舒展的方式展现出来 佛家的话 称是心中火 能烧功德灵 本来有福气的人心中称恨意气 所有的福报就没了 而这个称恨是马上在脸上就可以看到的 据说曾国藩是项面高手 接下来准备抽个时间 专门研究一下曾国藩的项面术 学会看面相有三个好处 一是红女孩子玩 二是可以观察自己 看看自己面相 就知道自己新的状态 三是可以识人 俗话说 挨金四金 挨玉四玉 挨着金鸾垫 准掌灵芝草 挨着臭毛房 准掌狗尿台 学会看相 多监禁那些有福气的人 沾沾人家的福气 那些一脸苦命向一身晦气的人 还是离得远点的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